社会老大法兰克在现实当中是有一个扎扎实实的原型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詹姆斯·巴尔杰 这个人叱咤波士顿黑帮长达20年 1995年美国警方要抓他 结果这个人跑了逍遥法外长达16年 一直到2011年才算是把他抓住 然后在今年8月12号呢 美国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 83岁的巴尔杰站在法庭上 接受了终生监禁的这种惩罚 我说这个巴尔杰算得上是一个黑帮老大里的传奇人物 他是呼风唤雨的黑帮教授 他是FBI的王牌线人 黑白联手 他如何上演了一幕幕刀尖上的无间风云 人间蒸发16年 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如何让她行踪暴露 走进现人的真实生活 其中藏着多少灰色秘密 老梁观世界 为你讲述 美国黑帮老大 詹姆斯·巴尔杰 罪恶而传奇的人生 看了这张图片 可能人觉得这不就是个老头吗 都这个岁出来 那是啊 任何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 他走到老年的时候 也大致都是这幅 非常衰老 这个形状 那么说这个人 为什么我说他是传奇人物呢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 为什么马丁西克塞斯以他为原型 来拍无间道风云 香港的这个无间道 这部片子 大家都清楚里边的情节 里边梁朝伟呢 演的是警方卧底 刘德华呢 演的是黑帮的卧底 那么在现实当中 我们知道呢 警方派出卧底去破案 挺常见 可是黑帮派出人物 打入到警方里边去 这个并不多见 而这位詹姆斯·巴尔杰 为什么说他传奇呢 他其实在现实当中 就是这样一个 一人个人歼两举的 双面见底 对于美国警方来说呢 他是警方的线人 提供了很多呢 破黑帮那些案子 这个重要线索 那么对于黑帮来说呢 他是不折不扣 一个黑帮老大 他利用和警方交换呢 获得了很多 有利于自己的信息 不仅逃脱了惩罚 而且制造了更多的罪恶 这家伙在用枪顶着你脑袋时 一点都不会心软 所以这个巴尔杰事实上 是把梁朝伟和刘德华 两个人的角色积于一身 那么这位传奇人物 是怎么练成的呢 这巴尔杰是1929年出生 他就在波士顿 那么从小这个人呢 就看出了将来的特质来 打小就愿意会社会 打架斗物 甚至动刀子这些事 一点都不在乎 可是这样的人物 你发现很有意思 他的邻居 熟悉他的人 反而对他评价很高 这个巴尔杰在外边 无额不作 可是对街坊邻居啊 照顾有加 你把邻居谁穷 想开个小店面挣点钱 没钱整这个店面 他给出钱 到圣诞节说买火机 按键放 所以他的邻里都说 这小子仗义人也不错 甚至后来他之所以 能和美国警方联系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打小 被他这些行为所感动 把他当作自个偶像 这个孩子的名叫约翰康诺利 长大以后 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波士顿分局的探员 在他小的时候 他比巴尔杰大概小有七八岁 那时候巴尔杰呢 当时已经十几岁了 走进一家店的时候 发现约翰康诺利 小孩嘛 三四个孩子在那 眼巴巴的看着这冰激凌 没钱买呀 都穷人的孩子 这时候巴尔杰说来 你们想吃哪个甜筒 我给你买 这康诺利很小声说不行 我妈告诉我不能随便要人东西 这巴尔杰说费什么话 费话 你就说你吃不吃得了 买了 就塞他嘴去了 所以这个约翰康诺利 打小就觉得 这巴尔杰是个人物 所以后来 等两个人都开始在社会上工作之后呢 他俩的往来就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 巴尔杰混到哪了呢 混到波士顿的一个黑帮 叫东山帮 当时波士顿有两股大的黑帮实力 一个叫东山帮 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黑手党 当时这个巴尔杰呢 通过自己的这能耐 这个人也是阴险狡诈 啥招都有 阴谋的惨出一己 最后在东山帮呢 他混来混去呢 他几乎就混成老大了 当然这个过程 离不开约翰康诺利的支持 这个约翰康诺利 这时候已经是联邦调查局 就FBI 波士顿分局的探员了 他和巴尔杰联系上之后呢 两个人产生的这样一个交易 就是呢 约翰康诺利为了自个儿立功 需要巴尔杰给他提供一些黑帮的信息 他用这个破案他立功 然后以此作为交换的是呢 万一的警察局有一些对巴尔杰不利的 他们的消息告诉他 甚至呢 给他提供一些别的信息 让他逃脱警方对他的退场 所以一开始呢 巴尔杰呢 利用这个关系 等于是约翰康诺利 巴尔杰借他之手 铲除了东山帮和自己不好的人 把这些异己都给铲除了 然后他成了东山帮老大 接下来呢 康诺利要利用他来对付当地的意大利黑手党 所以这个时候 巴尔杰给康诺利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现任情报 比方说对方贩毒啊 卖军火啊 杀人啊 一些证据 所以这使约翰康诺利呢 立了很多功 与此同时呢 约翰康诺利 把每次警方行动的信息都告诉巴尔杰 说警方要出警了 你这时候赶紧躲着 你便迎风上 在一个警方里边 有哪个人说要对巴尔杰动手 他赶紧告诉巴尔杰 你赶紧躲一阵 离开博士队 所以事实上就等于呢 巴尔杰这个黑帮老大呢 在警方里多了一层保护伞 他等于寄卖黑帮的情报 同时又得到警方的一些情报 比较过分的呢 是有一个毒品贩子 叫哈罗温 他向这个康诺利提供信息 就说我手里有啊 巴尔杰杀人的一些罪证 可是这时候 康诺利及时就把这消息告诉巴尔杰了 那巴尔杰当然准备 对这个哈罗温动手 我们一直在找哈罗伦 因为他当时整合联邦调查局合作 试图指控巴尔杰 与多起谋杀案有关 我觉得他的意思非常明确了 顺我者昌 你我者王 这个时候呢 康诺利又主导警局里边呢 不把这哈罗温当作污点 这位人保护起来 结果使哈罗温遭到了灭口 巴尔杰把他杀了 我通过对讲级通知他们说 哈罗伦要出来了 我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知道吗 这不只是简单的揍他一顿 而是他根本想都想不到的情况 巴尔杰拿着一把点三零口径的卡冰枪 杀手从后座拿着一顶机关枪扫射 对方司机当场就死了 哈罗伦当时并没有马上毙命 他下车后开始迅速后退 巴尔杰举起枪就对他一通扫射 就是这样的事 后来经过法庭调查说 发现在整个巴尔杰的犯罪过程当中 非常常见这种情况 所以后来1990年的时候 康诺利退休了 但是他退休之后 被人抓到这些状况 又把他抓起来重新调查 康诺利说我都是为了立功 为了社会治安 为了好 比如说你向黑帮老大提供这些情节 这也是为了社会治安吗 那么当然动了康诺利 他的保护伞动了 巴尔杰的根基动摇了 1994年的时候 联邦调查局决定 以杀人罪 洗钱敲诈勒索等多项罪名 要抓着巴尔杰 可这时候巴尔杰在警方里头 他的笼络的人 可不止康诺利一个人 已经有人提前向他透露信息 说他不好啦 要动你 巴尔杰在1995年1月份的时候 带着比自己小21岁的情妇 凯瑟琳格雷格 两个人跑了 那么从1995年他跑 一直到2011年6月份 把他抓回来 这16年前 巴尔杰 老不应付 逃脱了警方的规模 当时联邦调查局一度呢 把巴尔杰列为呢 全球十大通缉犯 把他排第二 说谁排第一呢 本拉登排第一 那会儿本拉登不没被击毙呢吗 巴尔杰悬赏的价格是200万美金 仅次于巴拉登 所以这16年前 就没有人发现 这巴尔杰的踪影 找不着他了 巴尔杰到底在哪呢 甚至有人呢 向这记者透露 说在这个圣叠俄市里边 有人在电影院里看着了 这巴尔杰呢 白头白胡子 坐在那看啥 就看这无间闹风云的 就看以自己为原形这片子的 说看完还乐了 完了妈妈又又就溜达出去了 你说这不是弃警察的吗 这么些年没找着 那么最后是怎么抓着这巴尔杰的呢 这得说联邦调查局的人 有一定的办法 他们从哪个事实上入手 说虽然这巴尔杰藏哪儿 咱们不知道 有的人说这巴尔杰 没人发现的 肯定也经过整容 诶 一体整容 有的警员找到线索 说这个跟巴尔杰在一块过日子 这个比他小21岁 他的情妇 叫凯瑟琳格雷格 这个人呢 用咱们现在时髦话来说 就是个整容控 就特别愿意整容 这儿拉一刀 那儿拉一刀 最早整容 1982年 他就有清晰的整容记录 干嘛 龙胸 后来呢 还龙过鼻子 吸过纸 什么两边膜膜骨头 干过不少这事 说你既然这么想的话 82年到现在 多少年了 快30年了 他一开始用那些龙胸材料 垫鼻子材料 早都过时了 而且肯定会出现一些渗漏 干饼之类的变形 等等等等 因为这说在咱们现在爱美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 这是整容界的强识 这个凯瑟琳82年整那种 他的材料肯定不行了 这个人还是个整容控 他肯定会不遗余力的找一些整容机构来修正 那么我们就从整容这个角度入手 能不能把它抓住呢 哎 这主意大伙一听合理 就这么的 现在全球发行的一个杂志叫整容新闻 上面发布整版的通缉广告 然后跟世界各地 不光美国 世界各地的整容机构 大的整容机构都联系 给提供什么信息呢 82年他整容用来龙胸硅胶的编号是多少 他垫鼻子的时候 当时的照片什么样 包括后来这个凯瑟琳和这巴尔街在一块公共场合出现的照片 然后各处通缉 功夫不负苦心人 到2011年6月21号这天 终于有一个冰岛级的女人 向警方检举 我知道他们住在哪 他通过什么检举 就是通过整容 他说我跟他们在一块整容 我知道他住在哪 原来这人就是你们要通缉的那个男人和女人 那么说他检举着巴尔街和格雷格这两口子住在哪呢 很多人以为那不得躲到深山老林家 有得躲到国外去 没有 他在美国的圣塔莫尼卡市 在这儿躲着 这个地方他为什么选这儿呢 咱们经常说那么句话 叫这大银银鱼朝 中银银鱼市 小银银鱼也 这算中银鱼市 这个地方呢 很多美国好莱坞的明星选择在这住 小城市的生活起来呢 安逸 安静 悠闲 好 好